河中铁箱凸现巨人关女尸 女尸当部竟还藏着一个已经成型的胎儿 现场惨状就连验尸的法医都直呼残忍 仅仅5万封口费 就让被害者的哥哥们要求警察不要再查下去了 若不是女尸腹中死鹰带着滔天怨气被打捞上岸 以及警方连续12年的不懈追查 这桩案件的真相恐怕到最后都无法浮出水面 2008年6月21日 江苏省泰州市江雁区宁静沿高速公路下的河流中 一名村民正像往常一样捕鱼 突然 他看到距离捕鱼地十多米远的河岸边 漂浮着一个蓝色铁皮箱 由于周围都是绿色的树木植被 所以那抹蓝色就显得格外引人重目 好奇心驱使着他向铁皮箱靠近 靠近铁皮箱后 村民注意到在铁皮箱的上方 不停飞舞着很多苍蝇 这更加重了他的疑惑 他找来了一只竹竿撬开的铁皮箱 随后往里看了一眼 这一看可不要紧 看了之后直接把他吓得魂飞魄散 只见铁皮箱里赫然装着一具人的尸体 周围更是围着数不清的苍蝇 被这场面吓得惊慌失措的村民 知道这是一定不简单 于是他赶紧掏出手机报了警 接到报警电话后 泰州警方很快就到达了案发现场 他们把蓝色铁皮箱打捞了上来 铁皮箱被打捞上来后 法医在现场做了初步的尸检 被害者是一名女性 由于尸体在水里抛的时间太久 已经呈现出了恐怖的巨人观 所以法医推测 被害者死亡时间应该在一周以上 被害者身高约1米6 年龄在25至28岁之间 其脖子上缠绕着一节电线 死亡原因推测为机械性窒息 是死后被人用侧卧蜷缩的姿势装进铁皮箱的 在检查到女士下半身时 法医惊愕地发现她居然还怀着身孕 在她的裆部有一个已经成型的胎儿 胎儿重量有2.5公斤 已经7个月大了 各项组织器官也都已经发育成熟 至于胎儿为什么在裆部 而不是在腹部 这是因为母体被害 腹中胎儿自动流产 在腐败气体的作用下 自动被从腹部推到了裆部 多么残忍的一尸两命 凶手究竟是谁 连一个怀有7个月身孕的孕妇都不放过 警方沿着铁皮箱飘下来的河流一路勘察 很快 就在河道上方的高速路桥梁栏杆上 找到了寡蹭痕迹 证实了这里就是抛尸地 蓝色铁皮箱体型很大 因此警方猜测 凶手要么是多人作案 要么就是借助了某种工具 抛尸地点旁边就是高速公路 那凶手应该是借着开车的名义 才把铁皮箱运到了这里 有了这个判断 警方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多个收费站卡口 从6月1日到6月21日的监控视频 可这个高速路口每天的车流量高达几十万辆 能够容纳下这个铁皮箱的车子更是数不胜数 排查难度犹如大海捞针 所以从监控入手寻找凶手这条线索算是断了 见从监控找不到凶手信息 警方又将目光移向了确定被害者身份 被害者是一名即将临盆的年轻孕妇 可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却被人害死了 她的死跟腹中的胎儿绝对有着某种联系 孕妇七个月大的胎儿窒息而死 这一系列关键词都指着一个可能性 情杀 而且极有可能是那种不太能见得光的感情 于是警方开始在案发地附近的村庄走访 重点走访家里感情纠葛比较多的人家 经过近一个月的排查 警方发现被害者不是本地人的可能性极大 这时候有民警结合凶手是在高速公路附近抛的诗 提到凶手和被害者应该都是外地人 随后办案民警不断扩大调查范围 并对周边省市发出了协查通报 但遗憾的是均没有获得有用的线索 由于浸泡时间过长 被害者的手部脚部皮肤基本脱落 指纹和足迹也损坏严重 且当年技术又有限 所以指纹暂时无法修复比对 DNA数据库中也没有能和被害者配对的DNA 各地上报的失踪人口 也没有能和被害者情况吻合的 就这样 几个月过去了 案件侦查工作进入了瓶颈期 但泰州警方从来没有放弃过查案 也从来没有忘记要还给被害者一个公道 他们请来了公安部刑侦画像专家 通过描述复原了被害者的生前相貌 并将这幅画制作成了诗原通报 发往了全国各地八万多所派出所 据说邮寄费用就高达十几万 与此同时 泰州警方还兵分几路 对周边浙江、上海、福建等地的 失踪女性人口数据进行核对 不仅如此 泰州警方还不定期地将被害者的DNA 和全国失踪人口数据库的DNA进行比对 可以说在案发后的12年间 泰州警方能做的都做了 但是案件依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被害者的身份也依然没有确定 这桩案件成了一个谜 破获这桩案件 也成了泰州警方所有民警共同的心愿 苍天不负有心人 12年后的2020年 案件终于迎来了突破 这一年 公安部在全国部署开展云舰2020行动 针对命案计案进行攻坚 当年不够完善的刑侦技术 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这起12年前的铁皮箱怀孕成诗案 更是被列为重点督查案件 5月23日 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传来了 通过指纹修复技术 泰州警方将被害者和数据库中 一名女性的指纹对比成功了 泰州警方12年的追查 终于有了巨大的突破 被害者姓汪 安徽宗阳人 2008年案发前两个月 汪某因为参与赌博 被当地公安机关逮捕 因此留下了指纹 据了解 汪某老家只生一个90岁的老父亲 两个哥哥常年在江苏丹阳打工 警方立马驱车去往丹阳 在去丹阳的途中 警方就跟汪某的大哥取得了联系 令民警感到惊讶的是 在电话中 汪某的大哥居然说 他早就知道妹妹去世了 随后他还说 汪某是因为公外运大出血去世的 案发现场明明显示 汪某是被人杀害的 他的大哥却说妹妹死于公外运 说明 这其中应该有人在撒谎 可到了后来 汪某的大哥又说 他们也是听人说的 他们并没有见过妹妹的尸体 当警方继续追问 汪某大哥是谁 给他们说的这个消息时 电话对面却开始变得 支支吾吾起来 后面甚至直接挂断了电话 在打过去时 对方直接拉黑了 打电话民警的号码 这就奇怪了 按照常理来说 亲妹妹死于非命 做哥哥的应该积极向警方 提供自己知道的信息 以便早日查明凶手 可为什么汪某的大哥 却是一副有所顾虑 不愿意配合警方的态度呢 带着这个疑问 警方加快速度赶到了丹阳 在丹阳派出所的协助下 汪某的两个哥哥被请到现场和泰州警方见了面 可即使人到了现场 他们也还是一副不愿意再继续追查下去的态度 他们告诉民警 人反正已经死了 事情也过去那么多年了 追查下去也没有什么好处 干脆就不要查了 苦苦追寻12年的案件真相就在眼前 警方当然不可能被他们这三言两语折服 在泰州警方和丹阳警方轮流对兄弟俩进行劝说和做思想工作下 这两人终于说出了事情 汪某的二哥说 2006年 汪某来到了无锡 在无锡一家洗头房做了按摩女 在此期间 汪某结识了一名姓吴的无锡本地货车司机 两人认识不久就同居了 见此情况 哥哥们曾经劝过妹妹赶快和吴某结婚 不要没有名分地跟着吴某 可吴某不愿意 他们也没有办法 汪家兄弟平时都忙于工作维持生计 因此兄妹三人联系的并不频繁 直到2008年6月 听亲戚说妹妹怀孕了 哥哥们给汪某打过电话 但都没有打通 一直到2009年春节 汪某也没有回老家过年 给他打电话也显示手机已经停机了 汪某彻底和他们失联了 哥哥们这才觉得不对劲 春节过后 两个哥哥便一起去了无锡寻找失联的妹妹 好在他们知道妹妹的住址 在妹妹住址附近的一家饭馆里 他们找到了妹妹的男朋友吴某 从吴某的嘴里 兄弟俩得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妹妹因为公外孕大出血已经去世了 肚子里的小孩也没有保住 为了方便 吴某已经把妹妹的尸体火化了 由于汪某之前就有过公外孕大出血的先例 因此兄弟俩相信了吴某的这套说辞 汪家兄弟要吴某必须拿出个说法 吴某说人死不能复生 生孩子死人也是常有的事 他主动提出给兄弟俩五万块 就当作给他们的经济补偿 收了这五万块后 兄弟俩也不再关心妹妹的消息 他们甚至同意以后也不会再来找吴某 之前他们不配合民警 也是因为收了五万的封口费 仅仅五万块 就让他们对妹妹的真正死因不管不顾 淡默的亲情 微薄的法律意识 见钱掩开的态度 都让这一桩本该在12年前就该破的案子 一直等到了2020年 听完汪某二哥的讲述 泰州警方认定吴某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他们当即对吴某展开了重点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吴某现在仍然从事着开货车拉货的工作 和吴某一起在货车公司工作的同事也说 吴某十几年来一直没有换过车和车牌号 通过查询吴某的车牌号 警方发现 吴某2008年6月16日晚上 到过泰州江雁区宁静沿高速公路 这下警方彻底确定了吴某就是杀害汪某的凶手 2020年5月24日 泰州警方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吴某 在抓获吴某的时候 吴某还装傻狡辩到他没犯法 警方为什么抓他 直到警方提醒他 2008年6月16日晚上干过什么事 他这才明白 他隐藏12年的真相还是暴露了 回到警局后 在警方的审讯下 吴某老实地交代了自己杀害汪某的原因和全过程 2006年 早已经结婚生子的吴某 在无锡一家按摩房 结识了在这里工作的汪某 由于汪某年轻漂亮又温柔懂事 所以吴某经常来光顾汪某的生意 后来 吴某干脆在自己家居住的小区也给汪某租了一套房子 白天他借着拉货的名义躲在汪某这里私混 晚上回到家他又扮演着好丈夫好父亲的角色 这样幸福的日子一过就是两年 2008年 汪某怀孕了 以这个孩子作为要挟 汪某要求吴某离婚娶她 可吴某有老婆有孩子 他只是想找找婚赖情的刺激 他是不可能离婚的 2008年6月15日12点左右 吴某来到了汪某这里吃午饭 两人又因为吴某离婚的事情吵了起来 汪某甚至挺着大肚子威胁吴某说 要去吴某老婆面前挑明二人的关系 吴某知道自己出轨的事绝不能让妻子知道 于是 这个狠心的男人想到了杀人灭口 他先假意答应汪某 明天就去跟妻子离婚 然后跟他结婚 安抚好了汪某 随后 趁着汪某坐在沙发上不注意的时候 他找来了一根电线 从背后把这根电线缠绕在了汪某的脖子上 一开始 汪某还在拼命挣扎 他不懂明明才说好要离婚娶自己的人 怎么转眼就要杀自己 怀着七个月身孕的汪某 当然反抗不了身强体壮的吴某 没过一会儿 汪某就被吴某用电线勒死了 第二天 吴某到一家铝合金加工店 定制了那个蓝色铁皮箱作为抛尸工具 第二天晚上 乘着夜色 吴某开上自己的货车 带着装有汪某尸体的蓝色铁皮箱 抛尸在了泰州江雁区 宁静沿高速公路桥段下的河里 他以为箱子这么大这么沉 被抛入河之后肯定会迅速沉下去 可他没想到的是 仅仅过了一周箱子就飘上了岸 还被人发现了汪某的尸体 12年过去了 他都以为自己已经逃脱法律的制裁了 却没想到 泰州警方如此执着 12年后都能找出他这个真凶 吴某背叛了妻子 背叛了自己的家庭 为了不破坏自己所谓的幸福 他甚至丧心病狂地杀了自己怀有身孕的情人 为了防止事情暴露 他给情人的哥哥们5万块钱 妄图他们能替他保守秘密 可是天网灰灰说而不漏 只是包不住火的 无论过去多少年 任何犯罪真相都休想逃脱警方的法眼和追踪 吴某注定要为他自己犯下的血案付出沉重的代价 关于这桩案件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讨论 如果喜欢咱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哦 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收上新消息 感谢收看本期超级侦探 听离奇案件 平百味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频道